我去看一下我床头边上的洋葱 这里还好 翻过来一看 哇 都发霉了 怪不得我感冒了 看里面的芯子 你看全部是发霉了 说明房间时期太大了 所以赶紧打开窗户 让空气流通 大家好 我是Amy Song 光午节马上要到 6月25号 英里5月初五 一想到吃粽子 就马上想到苏州的家乡美食 五方斋肉粽 就趁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苏州有哪些美食 到时候有机会去苏州旅游的时候 就可以去品尝苏州的当地美食佳肴 从小在鱼米之乡 苏州长大 苏州有哪些好吃的 我都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 让大家玩得痛快 吃得痛快 那我就用苏州方言 介绍苏州美食好吗 首先介绍 首先介绍 苏州六个字将 晚天与该的 荣亚文人 好牛谢龙白 仰然有道拉好 在乡村 胡志向 说那个松丝归 在虹五批 桩五节 等等 是端午節 我也學做一下 蘇州的肉粽子 在國外十幾年 很想念家鄉的美食 怎麼辦呢就自己做 好 今天我就給大家做一個蘇州肉粽 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選的是一種特大的粽店 蘇州的魚粽子 葫蘇 吃 蘇州的西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热腾腾的肉粽子已经煮好了 还在冒烟呢 换了四个小时的蒸煮 我来尝一下 粽子做好了 开上去挺不错的 这挺好吃的 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和点赞 打开小铃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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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